众所期待的台中国家歌剧院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幕 为了培养观众最近开始进行暖身计划叫做蓄曲计划 第一波邀请了作家同时也是知名的乐评家杨兆 以青春为主题在大台中地区举办一系列的音乐会 以及跟艺术家的对谈讲座 邀请大家更深入认识古典音乐还有歌剧 时间进入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蓄曲年 沙龙掌座请来作家扬照 在主秀前启动一年的蓄曲计划 这是一个蓄曲 因为歌剧院的主题 以及那个主题很可能要延续20年30年50年 为台中为中国的朋友所贡献的这个美好的音乐的表演 艺术的表演还没有办法真正开始 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为大家准备台中要迎接那样的一个半世纪 一个世纪艺术的美好的时光和时刻 随着歌剧院落成 大台中成了艺文新兴市场 杨召相信每个人都喜欢艺术 要透过解说音乐会的形式 让观众亲近古典音乐 这五个音符就是A B E G G G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音乐当中非常清楚地听到这个主题 他就只是用这五个音 这五个音就构成了一个乐剧的主题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舒服地做的事情是 我知道如何把一个大家平常看起来非常艰难非常困难 你以为有各种短的东西 我不是把它简化 而是说服你 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 只不过有我的十年 我们这个国家欠满一个人 一个像样的音乐教育 杨召说每个人的耳朵都应该可以听出音乐的情感和转折 他选定青春作为首播活动主题 找来许多音乐家好友 在中张头大专院校巡回开讲 希望从校园打底 带观众一起享受古典音乐